后代的禅宗用打旗 后代的禅宗用打旗 禅宗用打旗是什么呢? 禅宗从唐代妈祖拜仗以后 慢慢生成了禅堂 禅堂里头大家常年都在那里禅堂 什么叫禅堂我等一下要介绍 都大部分一辈子就在禅堂里头 老死在这个里头没有悟到的 古人四个字如骂日俗 这四个字行为好漂亮的字 骂人骂得好严重哦 守抚守道人那么多 抢农田里头骂 抢稻米那么多 还说守道人那么多 成功的一个字没有 是什么死骂日俗手 那么多 因此 因此 后来就是年里到了冬天的赌筹啊 就残堂人发生 嘉宾 这些个秘密的训练 这个叫大便 展宗里头开始 所以我老候让 为了你们年轻人发生花园 我们李知识们出宫的 将来都慢慢介绍 出来个残堂他要打起 你看你们这些老书生 全辈子都在残堂里 坐了八九十年 现在刚刚才来了 当年的老书生 腿子都没有裂好 打个什么棋 打一都不能打 他都要是打棋 所以打棋的道理是这样 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打棋了 说正途的人打负棋 棋贴念负 那么其他的人 摆棋财的业用其他各种各样都是残堂里头来的 真正的残堂 真正的打棋 等到慢慢给你们介绍 这些独知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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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报告 三集 等一下 秒侠